因为赌博,女人先是被父亲卖掉,再是被丈夫卖掉,可谁知,当他嫁给一位太监时,却有了身孕。 洪杏命苦,父亲染上毒瘾,所有的积蓄都被他败得一干二净,就连母亲也被他逼死了。 可他依旧不知悔改,还要将洪杏卖出去,幸好如意郎君黑山来得及时,用其根上好的山绳将洪杏熟了回来。 两人硬插扬错,成为了夫妻,甜蜜的生活还没过多久,黑山就得上山挖山深,维持生计,这一走,就得十几天。 洪杏十分舍不得新婚丈夫,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他,千万不要去赌,不要变得和他父亲一样。 黑山映下妻子的话,采集慌慌地与兄弟们会合。 他在这的山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手下兄弟七八个,全都敬仰他的为人与能力。 黑山走在前面,为兄弟们带路,哪有山深,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从来没有空手而归过。 每当见到山深时,他们就膝盖着地,口喊棒吹。 完成这个仪式后,才可以动土,挖山深。 空闲时,黑山也会给兄弟们,买点烧酒和牛肉。 但是二浪子拿着钱,去隔壁的赌场,赢了两局后,买了足足一筐的牛肉, 这样其他人有了点心动,白来的钱财谁不喜欢。 而这时,赌场的老板刘珊虎,不知道打着什么算盘,主动邀请黑山到屋里坐坐。 黑山对红杏的嘱托言听计从,俩而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没有必要撤上关系。 看黑山态度强硬,刘珊虎转变态度,一样怪气地表示, 这没有赌过的人啊,还算什么男人。 他的一席话,顺利击中一伙人的自尊心,他们整日爬山上坡的,攒了一身的力气。 可以说他们没钱,但不能说不够男人。 就这样黑山第一次进入了赌场,时来运转,他从头赢到底。 刘珊虎没有半点窘迫的样子,反而压得钱越来越多。 眼看着钱都到黑山的口袋里,他还一脸惬意地表示, 黑山兄真是好福气啊,第一次进场子就赢得盆满钵满。 黑山开心不已,听说方圆十里都没有人赢过刘珊虎。 他更加地骄傲了,也许一物详一物,说的就是如此。 黑山没有现情眼开,反而让兄弟们都在包里抓一把,能抓多少就抓多少。 等他醉醺醺回到家时,老丈人又在门口等着他。 洪信父亲再次说得叮当响,得亏黑山心情好,他又白白占了一个便宜。 洪信看到丈夫又给父亲钱,起红了眼睛。 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最清楚,再多的钱也不够他赌的。 为了洪媳妇开心,黑山直接把钱倒了出来。 洪信一脸不可思议,这得卖多少根山绳? 黑山打去他,那玩意儿能卖几个钱。 洪信顿时明白了,原来他是和刘山湖赌钱去了。 洪信瞬间爆发,气得咬牙切齿,直接掐住他的脖子。 这把黑山看上了眼,洪信被他一把推倒。 正当他走上前,洪信一个翻身,直接把黑山推倒在地上。 紧接着,他绝望地拿着剪刀,对着自己的脖子,用自己的生命换得黑山回头试案。 黑山看傻了眼,急忙答应他,不再和刘山湖混在一起。 没过几天,又是上山的日子,洪信还是跟在黑山后面,叮嘱他,千万要远离刘山湖。 他不是一个好东西,就是因为他,洪信父亲,才会落得这番惨状。 只要黑山不再赌钱,洪信一辈子都会好好地伺候他,还会给他剩一个大胖小子。 洪信描绘出来的蓝图,让黑山心动不已,这就是他幻想中家的模样。 一伙人再次浩浩荡荡地上山,黑山的兄弟二愣子,家里有了喜事。 媳妇怀上了儿子,黑山决定,这次进山走远点,搞两个大点的山深,让二愣子回家,给媳妇补充点营养。 越往前走,路越来越崎岖,眼前一座山坡,等着众人跨越。 黑山先是将带有铁钩的绳子,扔了上去。 紧接着,他顺着绳子,成功爬了上去。 在他的帮助下,其他弟兄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成功到达。 但是经过与岩石的摩擦,麻绳受损严重。 现在下面只有二愣子一个人,他艰难地往上爬,时不时地还被高度吓到。 眼开还有一步之遥,麻绳突然断开。 二愣子从数十米的岩石上摔了下来,当场死亡。 黑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把二愣子埋在山里,陪他喝了一壶酒。 一伙人也没了上山的兴致,死气沉沉地他坐在一旁。 好小不巧,又被刘珊瑚看到。 既然死了一个兄弟,那还不多赚点钱,让他的媳妇好过一点。 他的一席话,说中了黑山的想法。 他决定为了兄弟,最后再赌一次。 没一会儿的功夫,黑山又赢了一大杂钞票。 底气越来越足,赌注也越来越大。 红杏这边像是感知到了什么,突然摔倒在地,手也被镰刀划得血肉淋漓。 不出意外,黑山像是走进了死活动,再也没赢过。 兄弟们劝他赶紧收手,不然一切都晚了。 可黑山脸皮薄,传说中的山老大怎么会输? 他先是拿出二愣子用命换来的山绅。 没想到,还是输了。 刘山虎再次打击他,这个山老大也是浪得虚名啊。 黑山被击到痛点,就算没有东西来压住,但他还有座宅子。 黑山已经掉进了刘山虎的套路,房子输掉后,这还不算完。 他发疯般地大喊,房子都没了,还要媳妇干啥? 这正是刘山虎想要的结果。 硬币抛起,字面朝上,黑山还是输了。 看到刘山虎一行人,红性不明所以,这只出啥事了? 当他得知,黑山将自己和房子全输给刘山虎后,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他痛视黑山与父亲是一丘之鹤,没有半点人情味。 看着夫妻大战,刘山虎装模作样地表示,这就是一场玩笑,他怎么会想别人的媳妇呢? 黑山眼前盈亮,难道他真的是这样想的? 正当刘山虎要离开的时候,红性却叫住了他。 他把这个院子里的啥都输给你了,那你就别走,你把他给我撵出去。 黑山不明白,红性为何要这样做,在门前不停地道歉。 可他并没有意识到错误,这赌博就是有数有盈。 红性记得母亲说的话,这男人啊,只要沾上赌,就不可能戒掉。 面对黑山的喋喋不休,红性直接拿着彩刀,要把他逼出院子。 他撕心裂肺地表示,他心甘情愿做刘山虎的妻子,并一刀砍伤了黑山的手。 既然保不住红性的人,黑山就要保住他的身体。 他气冲冲地警告刘山虎,红性的身体他碰不得。 可是,刘山虎突然现行大变,他还指望红性给自己升个一男伴女。 黑山气急了眼,直接给了他一脚。 可惜的是,刘山虎也不是吃素的。 他急忙吩咐手下,打,往私里打。 没一会儿的功夫,黑山摊在地上,没有了力气。 临走前,刘山虎告诉他,想要把房子和红性赎回去。 那就攒钱,咱再赌一局。 当天晚上,红性落魄地躺在炕头, 刘山虎一脸阴险地,强谱他与自己发生关系。 红性同样拿着剪刀威胁他, 可是他又不是黑山,丝毫不会怜悯红性。 几个巴掌下去,红性认命了。 可是,刚到关键时刻,刘山虎突然痛不欲生, 咒骂自己是个废物。 原来,他之前是宫里的太监, 娶媳妇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名分, 死了之后也好有人陪。 这个情况对红性来说,无疑是个好事。 从这之后,黑山总是在高处, 遥望远处的宅子, 而红性也常常看向大山。 遗憾的是,两人从没碰见过一次。 两个月以后,红性竟然怀孕了。 刘山虎想把他接到大宅子里住, 可不管他怎么说, 红性都不愿意离开。 他永远都要住在这儿, 让黑山后悔一辈子。 转眼间,孩子出事了。 黑山也听说了消息, 他跑来质问红性, 这孩子是不是他的。 红性对他恨之入骨, 这孩子不可能是他的。 说着,再次将他轰了出去。 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只有红性自己知道。 八年过去了, 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政府下达了禁赌令, 刘山虎一下从人上人, 变成了过些老鼠。 可他依旧不在怕的, 还把赌场移到了地下。 同时,他要劝红性, 暂时带着儿子出去躲躲风头。 但是红性依旧不愿意, 刘山虎有了意见, 都已经八年了, 为什么就不能忘掉黑山, 和他远走高飞呢? 正如他说的一样, 他的日子是过给世人看的, 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而红性是过给黑山看的, 不为别的, 就是要让他后悔一辈子。 这时, 黑山也攒够了钱, 要和刘山虎再度一把。 看到包裹里的山深, 刘山虎再次心动了。 可红性与儿子, 他又不想拱手相让。 于是, 他再次找到之前的伙计, 嘱咐他, 之前的老把事可不能忘。 这个伙计也不是一般人, 黑山能够先赢后书, 全靠他的一双手。 刘山虎的想法是, 这一次给黑山放王鞋后, 就离开这里躲躲风头。 可谁想, 就在两人约定的当天, 黑山的兄弟将刘山虎举报了。 这下, 不管是人还是财, 都被抓了进去。 而黑山又听说, 刘山虎是从宫里跑出来的太监, 这让他断定, 红性的儿子肯定是他的。 于是, 他主动在院子里献殷勤。 红性以为他知错了, 心中的恨也消失了不少。 可是黑山的一句话, 再次惹怒红性。 他以为红性是因为钱, 才和刘山虎在一起的。 紧接着, 他又掏出一杂钞票。 红性受到了侮辱,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黑山的思想没有一点改进。 这时, 红性的儿子小庚子, 正好看到了一切。 他还以为母亲受到了欺负, 直接打向黑山的脚脖子。 小庚子不明白, 大人之间的事, 为什么他击退了坏人, 红性反而还让他提着礼品去道歉。 小庚子有着黑山同样的血性, 下子, 要是再敢欺负人, 他就把黑山另外一条腿也打断。 这天晚上, 疫情人在红性家, 四处翻找着什么。 而屋内还有位姑娘, 他告诉红性, 现在是新社会了, 女人和男人有一样的权利, 可以自主自立, 也可以走向社会。 原来, 这一些都是刘珊瑚搞的鬼, 他不好好改造, 偷偷跑了出来。 这时, 小庚子要跟着黑山一起去挖山深, 他想挣钱给红性治病, 也想去县里报名上学。 虽然红性没有上过学, 但是儿子有这种想法, 他就支持。 小庚子因为迟到, 没有跟上大部队, 一直偷偷摸摸地跟在身后, 直到他们原地休息, 才发现小庚子。 他恳求黑山将自己留下, 母亲真的需要钱治病。 虽然上山也有规矩, 但看着小庚子可怜的样子, 他还是心软了。 命在中午时, 伸给他一袋粗粮。 这次上山, 收获不菲, 整整一包裹的山深。 可是所有的兄弟都有份, 唯独小庚子, 一根也没有。 这大概就是上山的规矩, 来时几个人, 就分给几个人。 而小庚子是半路跟上的, 不能坏了规矩, 也不能让大家伙, 觉得不公平。 所以黑山牺牲了自己, 也牺牲了小庚子。 就在同一时间, 谁也没想到, 刘山虎仙人回来了。 一段时间的劳烦, 让他变得魔障, 非要带红杏走。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这辈子有女人, 给我陪葬, 下辈子我才能有儿女啊。 红杏恐惧到了极点, 微微缩缩地躲在墙角。 没过一会儿, 他又发疯般地 将红杏绑了起来。 这时, 小庚子及时赶来, 可是一个小孩子, 哪会是一个疯子的对手。 正当小庚子把刘山虎打倒, 想要出去喊人时, 却不想, 他已经站了起来。 对于这个孩子, 他没有一点亲情, 每一脚都想置他于死地。 红杏就此心切, 直接撞过去, 要和刘山虎拼命。 可他没想到, 刘山虎彻底变成了疯子, 他直接将红杏的头 撞向柱子。 最后, 多亏小跟子, 红杏才躲过一劫。 而这时, 黑山准备了一些钱和山绳, 想要兄弟帮忙, 给红杏娘俩送过去。 兄弟知道, 黑山一直放不下娘俩, 要送, 他自己去送。 就这样, 他怀着忐忑的心, 朝着宅子走去。 红杏这边, 刘山虎还在疯癫地, 要带着他走。 看到黑山已经走到了门口, 刘山虎急忙躲起来。 黑山没有退门而入, 而是在门口, 劝红杏不要再生气了。 正当他想要进去的时候, 刘山虎已经打中了他的后脑勺。 黑山凭借着毅力站了起来, 瞬间和刘山虎扭打在一起, 两人不相上下, 每一招都下了死守。 红杏急忙回到屋里, 给小跟子松绑。 他顾不上自己, 急忙让小跟子去帮忙, 可他不经意间又给了黑山一棍。 红杏急忙拦下他, 不要打你爹。 小跟子不清楚, 刘山虎把他们欺负得这么惨, 不应该打吗? 这时, 红杏才说出实话, 黑山才是他的父亲。 一家三口, 终于在这时相认, 仿佛受的伤也是值得的。 可是小跟子不明白, 竟然他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那当初为什么要将母子两人送给别人? 黑山被问得哑口无言, 一时之间, 除了对不起,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后来, 刘山虎再次被抓, 可红杏没有和黑山重归于好, 他选择离开家乡, 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开始生活。 黑山红杏讲述了一对恩爱的夫妻, 因为赌博变得丝分无裂。 正如红杏所说的一样, 这种东西一旦染上, 就是一辈子的事。 不但害人害己, 一个家庭也悔疑于一旦。 红杏用自己的幸福来换取黑山的知错, 可惜的是, 他从来没有看到黑山之所救改的态度, 并一次又一次地被伤透了心。 在最后, 他终于不再受实弹压迫, 独自带着儿子走出大山, 开始新的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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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